東南町農會除了努力來行銷龍山儀館 也很努力在高雄的團賞 這幾年他跟大東國修合作來勝利蘇建輝 跟小孩做餐和鄉紅菜頭以及馬靈芷 今天就到這段來自道市一個百會公司上班的館長 將來提案到正開生活 大東國修這段小朋友就臨時變成小老師 來自道這段都是人按照報電話 也做會感受每一粒長魚都是這樣辛苦來的 東南町大東國修今天來到一段 在八會公司上班的館長 要來提案農業 蘇建輝小朋友今天先為了小老師 來自道這段大聲大聲 好 每個人的間隔距離就要空一格出來 好 小朋友開始囉 先開始 兩年喔 那四間會都在做什麼 就上課 種稻米 還有體驗 那有什麼樣的修化 學到了很多植物 稻米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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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東國修在校園下面有一個農產 是蘇建輝學生的時期農場 在坐牌後 宵民有先漏餐室 仍然這段在土地上上班的人 也躺下拖植 但是投稿的餐地 我在總公司的採購 生鮮採購 生鮮採購 是 以前沒有下過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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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當農民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 以後對於採購來說 特別有不同的想法嗎 會 因為就 會有同理心跟 感動生的時候 就不會去站在說 職業者的立場去看待你們農業 這樣子 大南町農會很努力在行銷 中美町農產品的通路 當時也很努力在做市場高用 他們處理大人國修合作 和小孩正在我 正當地主名紅蔡頭和馬靈芷 大中國小孩正已經配合三四年了 我們有種過很多作物 就是東南在地的作物 包括馬鈴薯 紅蘿蔔 像今天體驗的課程是 這一個班級呢 它是種的是稻米 他們從菜樣開始 然後病蟲害 然後一直到收成 然後曬谷他們也都自己來 讓學生在學期中的課業之外 能夠再體驗農村的一個生活 體驗把幫忙的辛苦 那實際上從我們現在 因為現在我們來推的 食農教育 我們從小扎根 讓學生自己種植 我們的農作物 健康有機無毒的農作物 來自己吃健康食品 雖然過年看起來 讓人很想笑 但是經過這種體驗 對這個完工 也是對學生 都是一個行動 一個很好的體驗 記者的民間 蔡宏報道